台山是望远 却牵连 我被摇曳的云落眼 但是羊羊又是一个回马枪 武器有一次开始运作 这一次的受害者是619 左边有枪线打到了 但是呢这个时候pickbait还是 赶快和自己的队友会合 感觉大家看到场上都听掉了 那目标锁定 只能是在房间里边 其实你看到619剩下两个人 他的位置还是分开的 换一个 这个反应能力 打了后手还被直接秒掉 花痴 你看到花痴的反应有多快吗 他只是 拉进去 你想一下 现在来看的话 LGD库阿修不在场上 但是呢投掷物应该说 他们之间会有学习的 嗯 必定是企业文化嘛 看到老干爹没敢直接顶啊 毕竟SMG是把视野给铺干净了 谁先动谁先死 不敢动 LGD是如何和AHQ 分开来的 不管了 脸上这波的话 还是SMG更生一筹啊 那这样的话老干爹是被灭掉 那SMG这把12个的MG脸上 对啊 那这样的话 看来莫奈是 哦 那还是没有办法 13个淘汰 这一波打的怎么说呢 你看我说过AG的问题 你真是位置不好的说 为什么要动手 但是反而杨神一穿二 AG的救星他来了 呀 果然是说过采访男人莫奈 跟花痴也是紧紧跟直上 那这样的话天霸就 二十个状态了 SMG 场上三分之一的人都是他打的 难道说他要破我们的记录吗 是已经破了吧 是的 PickFit 但是 PickFit站出来了 他竟然在低点打了高点 但是小剑的机会来了 小剑的机会来了 小剑你发现对方 他看到了 一剑 两人同时捏雷 看看这个手雷 先丢出去的是小小剑 立剑出架 再次恭喜FM 这波FM小剑 最后力挽狂来 是没有发现吗 那这样的话 尽点这个胡子 是给到FM今天 再次恭喜 谢谢大家